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气方面呢在今天是非常炎热的天气 高温在午后有可能达到98到100度 三维数字 Heat Index呢则会超过105 106 可能会更高 提醒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云层会来去 那么下雨的机会不到30% 晚上入夜以后的低温靠近80度 在我们这里呢就是要呼吁朋友们 在户外的时候呢 要注意高温容易造成身体不适 要特别小心 同时的如果有小baby宠物同行下车的时候 请记得带着他们下车 好下边我们很快的就看一下 这些重要的新闻 包括了在Fortburn ISD的董事会 现在分裂4比3啊 一般这个赞成这个是对于下一届的学区总监的提名 另外一个呢则反对 所以呢现在他们同意的就是呢 要往后推延来决定在Fortburn ISD的新的学区总监的人选了 那么另外呢对于在上个礼拜 Massadis Hospital System这是卫理工会的员工 那么因为反对医院要求员工必须要接种COVID疫苗 否则有可能就会丧失他们的工作 所以提起诉讼并且还演出了医护人员走上街头这样子的情形 现在这个诉讼呢在这里已经看到呢被法官给驳回 联邦法官驳回了这个员工所提起的诉讼 法官说接种疫苗不像是临床试验的一部分而也不是实验性质的 所以被驳回了 好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些贝佐斯啊 他的公司在昨天宣布 这个公司是Blue Orange 他的火箭飞船啊 这个拍卖座位 第一个2800万美元的价格已经出售了一个座位了 给来自150个国家大约7600人来抢 在online来拍卖 希望能够在7月20号和贝佐斯以及他的兄弟Mark 一块加入就是第一次的首次的New Shepard 这一个太空号的载人飞行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Blue Orange 除了贝佐斯和他的兄弟Mark之外呢 现在又增加了另外一名乘客 下边呢看到是来自Austin的报道 昨天我们知道在Austin在昨天清晨啊 发生了一连串的这个枪截案 那么这个枪截案的话 在警方方面呢 昨天逮捕了一个人 但是并没有就是透露任何的detail 到底这个枪截案是 呃一人所为还是多人 这个互相涉及啊 那么在现在我们晓得呢 其实这是两个人彼此朝对方开枪 结果造成14个人受伤 有一名涉嫌开枪的嫌犯 还逍遥法外 他们在昨天就逮捕了 枪手两名开枪的 这个嫌犯当中的一名 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的 就是在总统方面的情形 总统拜登在今天稍晚会结束 G7的领袖峰会 然后就要转往比利时 出席北约以及欧盟的峰会 外界预期美国跟欧盟都会要修补 在前美国总统川普时代的紧张关系 要探讨合作应对中国等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 再来呢在夏天还没有算是正式的展开 而美国的西部干旱问题已经浮现 长期干旱带来的影响 因为气候变迁而加剧了 湖泊水位都到了历史的新低点 森林野火记则是提前的报道 限水措施 另外还有可能会有破纪录的热浪 在美国西部干旱野火热浪的问题 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现在越演越去 另外呢在这里 朋友们现在加密货币 Bitcoins或者是狗狗币 还有其他的各式的加密货币 现在加密货币已经是成为不可避免的 似乎是新的货币趋势 或者是多加入了一种货币的选择 而在加密货币也由原来的不了解 怀疑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讯息 越来越多的了解掌控 现在投资加密货币 或者说数位货币 仍然还是一项冒险游戏 而规则有可能会有一些巨大的变化 但是呢我们都说啊 中国人讲这个是富贵显中求 所以呢也可能会伴随而来的是 非常丰厚的报酬 所以在现在投资 包括了比特币狗狗币 或者其他数位货币 仍然还是有不少的朋友 是非常热衷的 也为了要因应跟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啊 是这个危险性有 但是呢报酬也很丰富 美国庶民主要的金融巨资 现在都在保持观望 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也正在很谨慎的 一小步的一小步的 踏入逐渐茁壮的加密资产世界 朋友们你呢 你有没有踏入 你有没有接触呢 摩根大通集团的执行长戴蒙 他在上个月在摩根的年会上说 作为美国资产最大的银行 摩根大通目前正在评估 如何协助顾客 透过加密货币来交易 好这是美国方面的新闻下边 我们看的是国际方面 包括了在G7方面呢 在这个G7的场边 奥会场边呢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建议为会面 拜登则是重申支持东京奥运 而在这一次的G7的会面当中 美国总统拜登呢 也带了特别的礼物 送给英国首相强生 这是一辆美国手工制造的脚踏车 这辆脚踏车是由只有四名职员的费城公司 比兰基单车工厂制造 通常比兰基叫做Bilanky 他做一辆单车是要花18个月的时间的 这一次国务院只给他们短短数天的时间 就把这辆单车给做完了 这大概是拼了老命在做的 好另外我们也看到呢 受邀参加G7峰会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 也与日本首相建议为 进行了非常短暂的场边互动 是正两位领袖首度的面对面的交谈 在双方的关系陷入冰点的情况下 两个人的互动是备受关注的 而G7的峰会现在已经尽尾声了 在这三天的议程结束 与会领袖将会力挺新的保育和减碳目标 来阻止气候的变迁 并且会敲定其他数项议题的联合行动 同时呢在日本的共同社 则在今天说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在G7的峰会会在稍晚发表的领袖声明上 首度载明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好下边我们再看其他的国际新闻 包括了欧盟的首长说 欧盟的目标将会是在年底 今年底要出口7亿剂的 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疫苗 这是欧盟的主席范德赖恩所讲的 同时谈到了疫苗 谈到了疫情 沙布地阿拉伯就在昨天宣布会允许6万名接种过 COVID疫苗的居民参与今年的朝禁活动 但是还是会连续第二年对海外的穆斯林下达禁止令 这也是为了盛防疫情的反扑 沙布地阿拉伯现在连续第二年禁止 海外穆斯林朝警了 好新闻方面最后看到的是瑞士 瑞士在今天举行了一连串的公投 有可能会使得瑞士成为不丹之后 全球第二个禁止 人造农药的国家 好朋友们这就是在今天2021年6月13号礼拜天 在德州中文台YouTube频道当中 为大家带来的重要的讯息 重要的新闻 后面见为朋友们翻译编辑和播报 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以前 依然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 轻松轻松一下 星期天Sunday 所以吗 在安排一首和星期天相关的歌曲 这首歌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 你就会想起来了 没听过的朋友一听你就会爱上它 这个叫做Never on Sunday 永远不会在礼拜天 Never on Sunday 它原来是希腊语 希腊的歌曲 希腊语 但是这首歌在电影 是电影的主题曲 1960年代 它还获得在美国的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奖 也是第一部外语片 这一部电影的配乐是在1960年的10月1号 那么首次的发行 在美国这边发行 之后呢 其实这首歌在推出之后 在全球有各种语言 包括了英文 西班牙语 这个欧洲的这些语言 都唱过这首歌 非常有名的 非常朗朗上口 很容易唱的 等一下你一听就知道 为大家选播的呢 这是Cony Francis 他所带来的 听听看他的 他的歌 就是他的Never on Sunday 好 另外一首很可爱的 很俏皮的歌 这是阿达和黄露子音 Lulu所带来的 《我说宝贝》 也是一个很可爱 那么蛮俏皮的歌曲 在歌声中 祝大家有个Happy Sunday 朋友们明天别忘了 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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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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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okiamsazzo Neprisquallorimani Trellino-meicani Zither Harp That's my day of rest Come any day And you'll be my guest Any day you say But my day of rest Just name the day That you like the best Only stay away Only stay away On my day of rest Only stay away On my day of rest Any day you stay Any day you stay Any day you stay But my day of rest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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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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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la 寶貝 對不起 真的不是故意惹你生氣 是我態度不好 總是讓你在我旁邊哭泣 我說我個性急 聲音有時比較大 這都是藉口 我像個孩子長不大 對我百般容忍那種失望眼神 是淚水在眼眶打撞多了一點恨 我的心就像被吵人 炸燈痛不欲生 你想擦拭我的話 我給你一根針 但可不可以先讓我把話給說完 有些話 放在心裡真的有點心煩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再把音樂給他關 我隨時隨地等著接受你的審判 美食地圖準備好了 想去哪裡晚餐 如果不夠的話 找你姐妹一起點餐 我保證 我從今天開始真心不患 我會生氣每天給 講八的媽媽 我說寶貝 就讓我說聲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 也讓你生氣 也讓你不開心 我說寶貝 就讓我說聲我想你 我真的好想大聲地說好喜歡你 我說寶貝 就讓我說聲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 也讓你生氣 也讓你不開心 我說寶貝 就讓我說聲我想你 我真的好想大聲地說我喜歡你 寶貝請你給我一點信心 任體全面升級 現在已經變成錦翔三個零 都沒有任何前女友 只剩下雙手的愛 你的那顆心沒有任何人能防守 只能求求你希望愛我別走 為了哄你開心 我從來不怕出球 擔心有人趁我不注意 還對你出手 我會讓他到燕羅王的房間走走 我們去升級把寶庫升到永久 把他修好就算遇到什麼問題都不丟 有什麼得意的 就讓我們一起求 看到神奇寶貝 就讓我們一起收 面對未來 路多少有點蜿蜒 我相信我 應該準備得萬全 不怕有天你會覺得我愛眼 但要加個期限 我希望是意外 我說寶貝 就讓我說聲對不起 我們是故意 而讓你生氣 也讓你不開心 我說寶貝 就讓我說聲我想你 我真的好想大聲的說好喜歡你 我說寶貝 就讓我說聲對不起 我們是故意 而讓你生氣 也讓你不開心 我說寶貝 就讓我說聲我想你 我真的好想大聲的說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我愛你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